走进了沉稳大气的Lobby 映入眼帘的是以金色系为主轴的空间色调 有着大户人家的气派 却又不落俗套 这间国际知名的顶级酒店 每晚入住的价格不菲 其中又以它的顶级SPA最为出名 是名媛贵妇到澳门的首选行程之一 有这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坚持其实在我工作这么多年 还有旅行各地的经验当中 只要讲到奔洋去月泳庄的SPA 那都会是我一个很向往的地方 因为进来的时候 心情自然而然就会非常的平静 我常觉得如果女生 这一辈子当中 你只能选择有一次做SPA的机会 首选一定是Ben Yangtree的SPA 是 其实我们在进来这个 月泳庄这个SPA的这个会馆的 等于入口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设计 它是走比较深色调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在澳门的这个月泳庄 它的这个SPA是以竹子 来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设计 它除了它的颜色比较深色调之外 它会像 所以我们进来会觉得 比较有那种安静 宁静的感觉 那它的主题用竹子 它却有那种比较中式的 这个味道在里面 我们从它的这个 一入口的这个接待区的天花板 它有一些照明 就是用这个竹子为概念 竹叶嘛 对 竹叶为概念 来做一个天花板的设计 那当然我们在右边 有一个等待区域 我们看到等待区域 它其实这个家具的配置 其实是比较低的 然后让人家觉得比较放松的感觉 但它背后的竹墙 它也搭配一些 这个竹子的概念的这个造型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竹子的概念 天花板是竹叶 那延伸下来到竹叶的部分 它现场就用了那个真实的竹叶 是 从天顶到地梁的那个尺寸 刚刚好 就会让你觉得 它的叶子在天花板 跟它的这个竹叶 是整个延伸下来的 是 不过它也让我满惊艳的 就是说以往我们看到商业空间 如果像SPA中心的设计 它的那个 能够尽量把它的这个空间 用到满就用到满 可是它这边一进来 等待我们迎宾的 既然是一个有造景 然后是一个水池的概念 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 还满少见的 它为了因应 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 比较顶级的课程的一个消费 所以它其实进来 它除了空间大之后 它有很多的一些 装置的艺术在里面 譬如说 一进门的这个水池 它有装饰的造型 它因着圆形的天花板 做一个整体的设计 所以你进门的动线 不会是指指切到柜台 你会走了一个 非常Smooth的一个弧形的 一个走道动线 然后进到去给你的柜台 对 那从这个圈衣柜台 然后再往后走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走道 都是走弧线的 让你觉得没有那种 长廊的感觉 当然 在这个顶级的SPA中心 我觉得它还有一个 空间的概念 就是留白 留得让我觉得很惊艳 因为它留白的空间的尺度 其实跟它实际在做SPA 那些包房的这个 空间面积比较起来 它大而且大了很多倍 它让我走进来的感觉 在整个走的过程当中 我已经忘记 我白天烦的事情了 从它这个接待的区域 然后经过这个 弧形的这个长廊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暗的感觉 而且刚刚切云说 它不是很多留白的空间吗 对 其实它这个留白的空间 它有放一些石头 还有一些木座的 一些造型 一些装一些设计在里面 那当我们在里面行走的时候 就开始沉淀心灵 对 然后呢 重点是我们可以经过 比如一个区域 有水池的这个区域 然后再走出来 突然会来到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 比较明亮的一个空间 就是光明乍兴 它的那个暗跟亮的对比 其实做得很成功 当我们在比较暗的空间 我们往外看 看到这个外面的那种 竹林的感觉 有庭院的感觉 就会有那种很放松 别有洞贴 是 OK 那么虽然今天 待会我们会看到它的SPA 我们是在一个 比较室内的空间座 可是它还是要营造所谓 户外大自然的感觉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竹林 其实是我所有SPA包房的中心 对不对 它就是以这个竹林 为这个庭院为中心 那它旁边有12间的一个包厢 每个包厢都可以供 我们每位客户居庭里面做SPA OK 它就是有那种很 既在室内 可是又有户外大自然竹林的感觉 那么我想既然今天很难得 有机会可以参观 在澳门的这个中心 我们就是看看它最顶级 最豪华 然后最大的一间包厢 好吗 也许平常我们有机会可以来 在这里就对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间 咱们做SPA的这个包房呢 它是这个地方最顶级的 是 那不过它们的命名也很有意思 它这边的包厢的命名 都是以药茶为命名 既然这边的包厢叫做玉竹 也就是它这个包厢里面 就是以竹子为主要的一个设计 为概念 譬如说它一进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墙面 有这个竹子作为这个黑色的 整面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在空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它有自然采光的这个墙面上 它有这个真正的竹子 有竹节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 在这个SPA区域 跟这个围棋域这个中间 有一个竹子的一个隔间 它是一个穿透性的 就是玻璃加上竹子造型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的这个竹的概念 其实是延伸在空间里面的 是 OK 我刚看了一下 它这边的区块 其实满完整的 我身后这个 应该是它可以泡澡的一个SPA区 或者是身体区角质 对 然后你身后的这一区 应该就是按摩区 对 这边就是按摩SPA的区域 那其实它除了这两个区域之外 刚刚还有提到 它有一个围棋域的空间 你可以就是那种 淋浴水柱的那种空间 然后它还有一个空间 它是属于这个盥洗面盆的区域 那它的面盆的选择上面 也是用天然的食材来做搭配 营造它空间 这种比较崇尚自然的感觉 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按摩 我觉得翻过来的时候 还满享受的 因为抬头 感觉会有星空的感觉 对 因为它在这个 这个比较暗色的一个空间当中 它还是有设计一点星空的效果 来做这个天王版的造型 再来一个就是 观众朋友看到我身后 它这个有点户外的感觉的颜片 它事实上也延伸到我室内 你身后的主墙面对不对 对 当然它在这个 它把这个天然的材质 放在室内的空间 做一个主题的效果 在它前面的这个摆设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连摆这个 精油的这个瓶子 它都摆的就是很有设计感 很复杂的空间 想要营造的那种自然的感觉 最后我们要提一个重点 就是它空间里面 你会看到它的墙面 都是走比较浅色的大地色系 可是这个材质 灯光下去会非常好看 我们常提到这个材质 对不对 马来棋 对 它这个墙面都是由马来棋 反而能够营造出比较自然的感觉 OK 介绍完这么顶级的 一个Vayentree的SPA中心 我觉得如果 因为它这个地方生意很好 下次如果你要从台湾 到澳门来旅游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先打电话来 预约好你的时间 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 来一次最尊贵的享受 去体验看看什么叫做 世界数一数二顶级的SPA空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montr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